面試時都會有不同的教具或玩具在桌面 千萬不要 未問老師就拿了玩具 讓小朋友玩來安撫他 常見的玩具 其實都是展示小朋友的認知能力 可能有些不同的水果 例如老師會叫他拿檸檬過來 又或者有些玩具放在他面前 看看他會否用刀切去玩玩具 另外有些學校會問他圖形和顏色 最基本的圖形是正方形 三角形和圓形 顏色是紅黃藍這些最基本的顏色 有些學校都會想知道 小朋友認不認識數字 簡單十以內的數字 有機會都叫他認出來 另外有不同的手抓板 可能有動物的手抓板 有車的手抓板 都是很常見的 看看小炮能否做到 甚至乎有些可能是砌圖 可能四五塊砌圖 另外就是有些生活的認知 例如我們有個玩具是燙斗 看看小朋友知不知這個 其實放一件衣服下去燙的 另外有一些可能是給衣架 給衣服 給牙刷 叫他做配對 原來這個衣架是和衣服要配在一起的 展示到他對生活的認知 另外就是這個也常見的就是放不同的形狀 放下去 另外看小朋友的小肌肉 例如這些 扭螺絲 或者是給水瓶蓋 給水瓶蓋 扭開蓋 或者是給食物盒 他揭開蓋 這些其實都是展示小朋友的小肌肉 另外就是這些圖形 圖案 放進去 長方形 穿珠 穿珠也是常見的考試會考的玩具 有不同的 可能是公仔 毛公仔 叫他指眼耳口鼻 有不同的動物公仔 叫他拿對的動物出來 又或者是有書 說一些書 叫他指相應的不同物件 人物或者動物出來 小貓 821 才921 這麽 是 記